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民众就业遭受冲击 为了让待业或者失业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花铃县新世纪文化协会日前举办了 观光文创商品制作人才培训班 为期两个月的课程 27号上午举行的结业典礼 20多位学员展现了学习成果 期盼结训之后 习得谋生能力培养独立技能 也可以增加未来的求职机会 由社团法人花铃县新世纪文化协会 为待业或失业者举办的职业训练 观光文创商品制作人才培训班 为期两个月 周一到周五的课程 包含编织、串租、履线 还有网拍以及行销等课程的应用 在27日上午举行结业典礼 28位的学员展现各自的学习成果 现在这个文创班 是符合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寂寞商机 我们叫做疗愈手作的部分 那这个所有的作品做出来 我们有结合了 我们现在的美与工作室 还有前堂工作室 来让这些学员 他们有一个销售的平台 那当然现在是网路的世界 网路行销的世界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也排了很多的网路放卖 还有一个网红达人的课程 再来就是有一些包装的课程 让他们的作品可以在成熟度 还有在行销部分 可以很容易的销售出去 让这些学生不至于说毕业 然后就受到挫折 我们在新世纪协会的这个部分的任务 就是来帮助学生有这样的平台 让他们的作品可以很快的快速的销售出去 与会来宾议员张美惠提到 田志轩基金会多年来持续提供协助给积极自立的学员到市集摆摊的机会 如果有市集的活动 那田志轩基金会这边有可以协力的 像这一次的他的租金一天是一千元 那活动两天就要两千元的租金 那这个部分是由田志轩基金会来处理 那所以我们跟我们一直有互动的 而且也很积极的 就是说有任何市集活动他们都要参加 大概也必须要有这样的积极度 我们就会去帮忙 那所以这次是有六个 如果各位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跟意愿 可以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是亦有活动的讯息 那亦有活动的可以参与的这个机会 跟时间跟空间的话 我们就会跟大家联络 就是我们就在负责协力的部分 新世纪文化协会成立于民国90年 以提升社区整体文化发展为终止 多年来陆续举办各项职业训练课程 提供给失业或待业中民众 学习另一项技能的机会 学员年龄从15岁以上 至各年龄层都有 男女不拘 有需求的民众可拨打038、315、603 或上网搜寻社团法人 华联县新世纪文化协会 记者蒋邦彦华联市报导